什么 今天只卖出去五件 并且退换货五十七件 还有留言说 我们的衣服质量没有明远的好 简直放屁 他们嘴巴长来只会吃饭吗 怎么该说话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了 退换货这种小说的办不好 我要他们有什么用 一群废物 海天 没有人 你先出去 海天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忙着弄游戏的事情吗 我亏着来了 我要再不来 公司都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了 为什么公司业绩 下跌这么厉害 你作为总经理 给我解释一下 海天 你先别生气嘛 嗯 这个情况我也不愿意看到啊 他们明远的新品 对我们的确冲击很大 所以业绩下滑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他们的新品才做出来 你先别慌嘛 我别慌 我还别慌 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 卖这件衣服六件有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我再问你件事啊 你呢 伸展这笔衣服 投入那笔钱 去哪儿吧 你干什么用了 钱我还能干嘛呀 这合同你也看了 钱我可是完完全全的 都用在了海天一色上 这要是质量出了问题 肯定也是采购部门出问题了 胡说八道 不可 绝对不可 采购老陈跟我们多少年了 老员工那事 我绝对信任他 不要出了问题 就把脏水房编上坡 海天 你是在怀疑我吗 海耀也是我的心血啊 这么久了 我哪件事不是为了你 为了海耀考虑的 哇 买新疆 你这儿最好 不要出问题了 最近海耀那边 有什么动向 听说他们因为衣服质量的问题 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 这是咱们最好的时机呀 这话什么意思 咱们跟他们的账也该算算了 进来 轩哥 这是你让我找那时日清早的文件 已经注目了 我先去忙了 我先去忙了 许刘 您看一下 好 要有什么事你去忙 没什么重要的事 没什么重要的事 除了工作以外 你的生活也很重要 去吧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股东之一了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股东之一 我们都股票了 我是个生意人 做任何项目之前呢 我都是站在立的角度去评估 那评估完之后 这个德语师 我还要发微信告诉你吗 说实在的啊 说实在的啊 明远过去啊 确实经历了重重的危机 但是到现在 他还能在业界一直立于不败日地 这个就证明了 他的一个品牌的价值 品牌的价值呢是无限大的 而我这个人呢 我一向喜欢收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 我会收购名远 收购名远 没有那么容易 过去我一直认为呢 过去我一直认为呢 唐夏两家如果联姻的话 那个股权加起来 可能超过三分之一 以上 这对我收购来说是确实不可能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干啊 明远现在的股权 在外面极为分散 再加上 这个唐夏两家 你们也不可能站在同一阵线啊 来联合对付我吧 所以啊 我极有可能成为 明远的第一大股东 方叔为什么就那么缺点 夏家不会 外面的传言应该是真的吧 当时我一定是在台上 应该是真的吧 我现在身为明远的管理人 我们唐家 是不会放弃明远的 我喜欢你的自信 我喜欢你的自信 但进入自信不代表现实的实力 受教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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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